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坦言坦言随着自己日渐成熟阅历的增长 万表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一件单品 对于万表而言 我也是可能近几年才开始佩戴万表 那我对浪秦是觉得是一个品牌悠久 那是有故事的一个品牌 那是一个今年19年新推出的乐像系列 名将系列的一个乐像万表 这款万表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会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功能 会把这个日期跟乐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楚桥转后粉丝们都眼巴巴的等着新剧 终于林更新也是结束了新剧 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例的拍摄 告别古装剧演起现代剧的林更新 为了让自己更加贴近这个新角色 可是吃了不少苦呢 更是报收到130斤 是一个退伍的一个基督警察 然后前特种兵武警特战队 然后整个戏故事是一个看似 从名字来看是一个爱情片 其实爱情的元素也很多的 但很多也并不是在基督 基督为一个过程嘛 其中一个插曲 那会牵扯到一个谋杀案 那武警他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提破 那前面进组前有几个月吧 我在健身 那在过程当中拍摄过程当中 通过少吃多运动几个月下来 真的有瘦到130多斤 其实我现代戏拍的不多嘛 那这一次是通过剧本吧 那角色本身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一个男生 那年纪又跟我本身的年纪相仿 我觉得会在他 这个角色的一个身上 会有自己身上很多缩影 虽然我没他伟大 没他勇敢 但是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男生 兴趣杀青后 林根兴除了追着偶像周杰伦跑之外 也开始筹备年底给自己放个假 劳逸结合后 投身到下一部作品的拍摄 不过怕现代戏上头的 林根兴之言 最想挑战霸道总裁的角色呢 霸道总裁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前下部戏的合约 已经刚签 是春节过后吧 那春节过后 我想的是天气比较好了 然后剧本 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 那到年底 会做一些自己旅行计划 或者有一些零散的一些工作 回去完成 腾心娱乐杭州报道